因为我就提到说这个讲电话的过程当中 我不是有问柯医师说 你为什么那么相信李文中啊 我说害死你这样 因为他问我说你为什么会认为李文中是 你期待李文中是一个诚信的人 他问我这样子 所以我说对啊 我就是跟柯医师说 你为什么那么相信李文中 然后柯医师就讲说 因为我跟他认识五十年了 我就说那你怎么不相信我 然后他就想说那你没有跟我认识五十年 我就骂他说你是用这样来衡量朋友的 那所以那个检察官就问我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那我可能要跟你讲 他的意思是说 柯文哲虽然把他当成五十年的朋友 那我可能要跟你讲 李文中是全部责任都说是柯文哲指使的 他不是用咬字 他用指使 全部都是柯文哲指使来流率 检方自己报了两个料 一个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QR Code汇进去的钱 最后被指定转到了木口账户 检方自己报的 第二个检方自己又报了 我要告诉你 李文中说 全部的事情都是柯文哲指使的 所以就像大马老司机 他所说的 柯文哲金价死定了 对啊 而且我觉得李文中会这种说法 也没有什么好意外的 因为毕竟这个事情 如果要李文中一个人来发动 我讲一个人就是自己突然把政治现金账户 转到木口公司去 我们也很难想象 这如果不是柯文哲受益 或柯文哲指使 但是第一时间李文中说 他转进四百万的时候 柯文哲是不知道 第一时间是这么说的 但如果照大马老司机的说法 李文中现在说所有的一切 都是柯文哲指使的 这都很好解释 可能他当下第一时间不知道 但是或许更早之前 他们就有讲过类似这样的概念 只是没有告诉他什么时候执行而已 也可能事后告诉他 我执行了什么事 这都我都觉得不是重点 因为收受好处的人就是柯文哲 接受利益的人就柯文哲 除非他今天收到钱以后发现 怎么会到我这里退回去 否则的话 不管你今天我们讲叫未必故意 你不是预先跟他共谋好 事后你也知悉会收到钱 你也收到钱以后放到口袋里 这都没有影响他共犯的程度 只是说只是正常来一点就是 李文中在这个阶段 他打死再怎么样 他百分之百一定要咬死柯文哲 他不咬死柯文哲 自己当然就会更惨 所以这个我们大概可以想象 可是我觉得更重要是对话记录 其实我们在那边嘴巴讲什么 现在警察官都可以想 你现在讲的都不一定真的 对话记录掉出来 你跟李文中的对话记录 这些拿来看就知道答案了 何须要你们嘴巴讲 嘴巴讲只是印证你犯后态度好不好而已 根本不影响整个犯罪 当检察官拿着你跟柯文哲的对话记录 然后截图给你看的时候 我就很惊讶是 所以柯文哲的手机 不仅被破解 所有的对话记录 他跟任何人全部还原 而且留存 基本上这个案子要再往下打 柯文哲都很难有空间 所以我脱口讲的是说 死定了 你在现场脱口讲 真的 我们大部分如果手机的这个讯息有被留存 大概都跑不了 因为什么狗屁导招全部都在里面 如果连大妈公司的账目 他都辽若执掌的话 根本不要讲木口公司 好 那我们回来问大妈老司机 有没有提到李文中 因为李文中被炎压了 一定有 他有问我说 因为我在那个line里面 在那几天就是8月9号 一直到8月23号这个中间 其实一直都在谈这些事 那里面他就问我说 为什么你会说了 跟柯文哲说了一句说 你希望你期待 李文中是一个诚信的人 他问我为什么要想这句话 为什么要写这句话 所以他想要知道 我对李文中的看法这样子 所以我就跟检察官讲了 我对李文中的看法 然后他就说 我就跟他说 他就是一个生意人 非常狡猾的生意人 台湾话也可以说 很紧张的生意人 哪里有钱哪里去 哪里有钱哪里赚 然后他就说 嗯 他就这样点 然后我就说 我也脱口跟他 那他就问 因为中间那个line里面 还有中间一段一段 都是打电话的 所以他想要知道 那个电话内容 我跟柯医师讲什么 所以他甚至连 因为我们知道 line如果通过电话 还是会有一下记录 他甚至连你跟柯医师 跟柯匹通话的内容 他都想知道 那你会记得 你跟他每一通通话的内容 因为我跟他很少讲电话 尤其那段时间 那几件事情 是我个人认为 非常严重的事情 我跟柯医师讲说 你知道你这个账这样子做 到底谁给你出的主意 你这样子抱上去 你知不知道会害死你 我当时就已经非常严肃 告诉他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8月9号 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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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号 一直讲到 牧科啊 你已经发生了 就报了开始 对 所以我才会写 8月8号写这一篇 对不对 8月8号 他不是就写来给我说 就是8月8号写的 8月9号的 我当天晚上 所以8月8号 你写了这篇 你觉得这个牧科的账很奇怪 至于他的账很诡异之后 8月9号 你们两个就通了电话 就通了电话 客人就通了电话 对啊 通了电话 然后我就告诉他说 你这样真的会死人 会把你害死 他们到底是 是爱你还是害你 那后来他就打电话过来 那那个电话通很久 15分钟多嘛 那前面大概有10分钟 是我一直在骂他 我跟他讲说 我是开公司的人 你这样子 这样就害死你 然后我就有点哭了 你知道 因为我觉得非常严重 其实当下 我就知道非常严重 我现在还在旁边一直 不要生气 然后我一直骂他 他一直要跟我解释 我就说你不要讲话 我现在真的很生气 你让我把话讲完这样 所以他就是要知道 我在讲什么 所以他问我说 他最重要就是 你怎么会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都应该是 很熟悉的人才会去做 其实我给我自己 找了一个麻烦 那他有跟你讲说 这个账到底是谁帮他做 没有 因为这是他们报的嘛 这是他们已经报上去的 不是我做的 那我问一下 那你有没有还原 当时那通电话 柯文哲的反应 有 那柯文哲在那通电话 你骂他 其实上去我在节目也有讲 那柯文哲说了什么 他就结结巴巴 然后老实讲 我当下的感觉是 柯医师其实是 有一点惊讶 那那个惊讶 我的感受是 第一个他会觉得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 这么详细 你是怎么看这个账 所以他是对你惊讶 还是对李文娟做的账惊讶 我觉得他对我也很惊讶 第二个我有隐约的感觉 他没有那么完全知情 所以有可能 这样的部分 他并不完全取道 所以他对账也惊讶 对你也惊讶 那因为那个 那几天 9号到23号这几天 全部我甚至还教他 你要怎么上网 你应该要自己去看 你的账是怎么报的 那你那个截图给他 告诉你说监察院你要怎么样 然后你要按普通的一般的选举 然后里面一打科文 则关键字就可以出来 啪就出来 我还教他 然后教他怎么看 所以在当下 你是认为他是被瞒骗的 被欺瞒的 一点点 我觉得一点 因为我问了一个 我跟他去诉了一个 叫鼎立还是立顶公司 立顶公司 就是当时有用他的 版权的那个问题 他们也闹得很 闹得很 没有给人家付钱的 对就是Sky那家公司 有出来开记者会那个 对 说没有付人家货款 然后他就跟我说 那是什么公司 所以他不知道 没有付人家货款 他不知道 所以我当下 可是Sky说他成情过了 在餐会都给他资料过 都成情过了 他怎么还能够装傻 那你现在有没有觉得 柯文哲是在装傻 那也是 为什么你可以找到 这些资料 总而言之 到我们先都讲 23号之前 我始终都觉得 柯医师给我的感觉 就是他没有骗我 这样子 就没有骗我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到23号那天 我打电话给他 实际时是要告诉他说 我还去上政论节目了 因为大家都在骂你 所以我还去上节目 跟你讲一声 然后他就说 不用不用 你去不用报备 我说那你不要到时候 又截图来给我 又来骂我 然后他就说 后来我就问他 第二件事情说 柯医师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下 那人在不在 钱在不在 然后他就说 什么人 我就说李文中 因为我很怕他卷款而逃了 因为那时候已经被约团 但是被请回 连交保都没有 那我就很害怕 这个钱 这个钱在不在 但是我心里想的是这个钱 我不知道他心里想哪一个钱 他就跟我讲说 人在啊 每天都要来上班 那我说那钱呢 他说钱也在 然后后来这个三千八百多万被压起来 所以我到那个时候都还相信说 至少他没骗我 那个钱在啊 那真正对我 我开始觉得 原来这么多后面的事情 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其实还是在北柬被约团啊 不然这些日子我还是相信 静平 那柯文哲怎么可能都不知道呢 他还下令把账给碎掉 对啊 所以你看 把木可账碎掉 所以你看刚才贵龙姐讲的 那个检察官还补充资料给他 给他看 你看当时八月十一号 他叫李文娟把木可的账给碎掉 八月十二号出来公开说 说明木可的账跟他没关系 所以在八月九号 贵龙姐跟柯P通了那个电话之后 我觉得在那个虽然 一开始八月中下旬那个 看到李文中他被请回 可是我相信他们已经开始为了木可公私的账闹翻了 整个为了木可公私的钱闹翻了 所以为什么大妈老师会问那句话 问他说钱跟人的事情 你看柯P似乎回答的轻描淡写 你要说他装傻也好 或者是说他很多事情他想知道 他大妈老师姐怎么知道 就跟检察官在约谈的大妈老师姐的时候 他也想知道说你到底知道多少 因为检察官在检察官立场 搞不好怀疑说你是不是也是李文中之外 帮柯P里面核心的人 是不是跟角色跟同等 跟这个李文中和李文娟一样重要 他搞不好是想要知道这个 这个大妈老师姐他的角色 我们来帮观众朋友汇整一下 这个时间许是这样的 8月8号大妈老师姐 PO出了对木可账的质疑 8月9号 大妈老师姐跟柯文哲通了电话 那么刚刚大妈老师姐把这一段话已经还原了 就是其实柯文哲好像一副不知道的样子 偏偏在8月11号他主动下令 要把木可账给碎掉 11号 结果12号他上节目说什么呢 我们来看 当时8月12号他在节目上 是不是真的也很大呢 老实讲人家说案里面怎么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对啊我也在想这么低 但是老实讲你要照程序什么 就是钱要多一点 就是这样 犯很多低级的错误 所以老实讲人家说你要不要道歉 我说其实我内心最难过的是什么 其实支持者会觉得第一个 我相信很多这两天 我的很多支持者应该心情都在洗三分软 他想说奇怪阿伯会贪污 然后再说 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错误来讲 还是他们在找人顶罪 所以老实讲这种这么低级的错误都不晓得怎么讲 都讲了人家还怀疑说人家都不太相信 我们现在回头看真的不太相信 因为他在11号还下令李文娟把木口罩给碎掉 那让我其实真的更心碎的是我从北检出来以后 当然就开始在查我的 因为那个靳总就讲 是不是靳总 靳检 靳检就讲说什么 他叫李文娟去碎掉那些 我那天晚上去看他11点02分告诉我 我们明天会开记者会 然后会真相大白 我回去其实真的很难过 不是我都爱哭 他在11号 8月11号 也就是靳检说 叫李文娟把木口罩碎掉的同一天的晚上 他告诉你明天会开记者会 对啊 我可以看一下吗 对啊 真相大白 对啊 要跟你说要真相大 所以这是柯文哲跟大马老司机的对话 我们可以公开吗 可以给观众网看一下 我念一下好 来 明天下午两点会开记者会真相大白 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天兵的会计师 他只要总额队 其他的为了省事 细向自己乱编 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种会计师 因为他有签证 所以这下子他麻烦了 所以在这篇LINE里头 权文他认为是会计师麻烦了 对 但现在麻烦的是 你从他那个LINE里面我看得出来 就是他把他推给端木正 他把他推给李文中李文娟 可是在检察官 在办这个案件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李文中一定就是把这个案子 他的所有责任推给柯文哲 所以两边在互踢皮球 李文中推给柯文哲 柯文哲能推给李文中 还有包括端木正在内 要把自己的责任都弄得一杆 所以重点是有对话记录 没有错了 然后我讲到这个的时候 我当然就说 那我就 因为在你看这个前面 我问你在北检有没有哭出来 有啊 因为 所以北检 他哭出来的原因是因为 现场看到那些资料觉得很心痛吗 不是因为我会觉得是说 我这么相信你 你还在被骗 我觉得我有被骗 对 那重点是他就是我的朋友 我感觉上他像我弟弟 然后这个弟弟骗我这样子 明明就家人的感觉 怎么我会不知道原来他 做这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 那现场有没有问到干嘛 有没有问到举止 有没有讲到举止 他有讲到举止 然后他有问我举止 我说老实讲 我其实不认识他 不认识他 北检这个可以讲吗 他有讲了 这个可以讲 他讲说 你们有没有什么人 可以叫举止回来啊 这个当然可以啊 因为他也被 因为他也公开呼吁他回来了 然后他说 不然的话共犯再逃 怎么柯文哲怎么可能放 这我们也知道 柯文哲没办法放 那我不想问 那我就说我不认识他 那他就讲了 李文中的事情等等的 那后来我就真的很难 他就说 其实我 他说他可以感觉出来 我是跟柯文哲 这种比较不一样的感情 就是不一样的看待事情 这样 他也觉得我是不一样看待 所以他才会 后面开始 对我就是稍微 有讲了一些 比较感伤的话这样子 那到最后我要离开的时候 他也让我问 我就举手问他说 我想问一些私人 我举手就都问他 我要走了 我就这样子 就问他一下 他就说请说 这样子 我就问他说 柯医师好吗 这样子 好 那我再问 因为刚刚你有谈到李文中 我们等会再来谈干妈 因为干妈到现在 查记专刊上还没有他 我不知道到底 检方有没有真心 想要他回来 但我们先回来 还是讲李文中 我看到媒体是这么说的 说在北检跟你约谈的过程当中 有告诉你 其实李文中 现在已经咬死柯文哲了 有这么说吗 我比较不用咬 他检察官确实也没有用这个字眼 那他怎么说 因为我就提到说 这个讲电话的过程当中 我不是有问柯医师说 你为什么那么相信李文中 我会害死你 因为他问我说你为什么会认为李文中 你期待李文中是一个诚信的人 他问我这样子 所以我说对啊 我就是跟柯医师说 你为什么那么相信李文中 然后柯医师就讲说 因为我跟他认识五十年了 我就说那你怎么不相信我 然后他就想说 那你没有跟我认识五十年 我就罢他说 你是用这样来衡量朋友的 那所以那个检察官就问我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那我可能要跟你讲 他的意思是说 柯文哲虽然把他当成五十年的朋友 那我可能要跟你讲 那李文中是全部责任都说 是柯文哲指使的 他不是用咬字 他用指使 全部都是柯文哲指使 来留率 检方自己报了两个料 一个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QR Code汇进去的钱 最后被指定转到了木口账户 检方自己报的 第二个检方自己又报了 我要告诉你 李文中说 全部的事情都是柯文哲指使的 所以就像大马老司机 他所说的 柯文哲金价死定了 对啊 而且我觉得李文中会这种说法 也没有什么好意外的 因为毕竟这个事情 如果要李文中一个人来发动 我讲一个人就是自己突然把政治现金账户 转到木口公司去 我们也很难想象 这如果不是柯文哲受益或柯文哲指使 但是第一时间李文中说 他转进四百万的时候 柯文哲是不知道 第一时间是这么说的 但如果照大马老司机的说法 李文中现在说所有的一切 都是柯文哲指使的 这都很好解释 可能他当下第一时间不知道 但是或许更早之前 他们就有讲过类似这样的概念 只是没有告诉他什么时候执行而已 也可能事后告诉他 我执行了什么事 这都我都觉得不是重点 因为收受好处的人就是柯文哲 接受利益的人就柯文哲 除非他今天收到钱以后发现 怎么会到我这里退回去 否则的话 不管你今天我们讲叫未必故意 你不是预先跟他共谋好 事后你也知悉会收到钱 你也收到钱以后放到口袋里 这都没有影响他共犯的程度 只是正常来讲就是 李文中在这个阶段 他打死再怎么样 他百分之百一定要咬死柯文哲 他不咬死柯文哲 自己当然就会更惨 所以这个我们大概可以想象 可是我觉得更重要是对话记录 其实我们在那边嘴巴讲什么 现在讲官都可以想 你现在讲的都不一定真的 对话记录掉出来 你跟李文中的对话记录 这些拿来看就知道答案了 何须要你们嘴巴讲 嘴巴讲只是印证你犯后态度好不好而已 根本不影响整个犯罪 没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